市長 這裡有一張圖 這個是 講總統 敢助選 逼民讓路 濫權霸道 請問市長 這個總統 敢助選 要求 正常的車道不是路間喔 正常的車道 人民要讓路 是根據哪一個法律 哪一條法 我想那個 總統的這個 維安呢基本上是這個 國安單位特勤人員在負責的 那基本上呢在 這個不管在什麼地方 我想總統的維安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至於法律 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法律 我覺得就是 國安本來就是應該是 應該要要注意的 市長 總統不是為了安全 是為了敢行程助選 請問 請問 根據哪一個法可以為了 趕總統趕行程助選 要求要逼人民讓路 哪一個法 你打不出來有沒有哪一個 你們的法務單位可以打出來的 告訴我 這個 今天的那個自立 自由時報的那個報道 不只自由時報喔 不只自由時報喔 市長 這個連電子媒體都出來了 每一個報紙都有啊 只是自由放在頭版而已 告訴我哪一條法 告訴我哪一條法 其實就一個那個 有兩個考慮齁 一個是維安的考慮 一個是交通的考慮啊 本來就是就是說 什麼交通考慮 還有這個公路警察會試 你嫌交通不夠亂是不是 所以要總統再來參一咖 是不是 不是這是公路警察 是當時的交通狀況 公路警察來告訴我 公路警察在什麼時候 什麼樣的狀況下 可以廣播叫前面的 快讓開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以用擴音器來廣播說 讓路讓路前面的讓開讓路 公路總局或者誰可以來告訴我 公路警察是屬於內政部的 來可以去隔壁叫一個內政部的警察的過來 馬上就在隔壁 你們可以去叫一個過來 公路警察過來 那個主席啊 我今天要問這個 所以我時間暫停 叫他們打出來為止 誰可以回答的 不然我不知道怎麼問下去 要有人可以回答我的 看你們要去叫誰來回答都可以啦 趕快去叫一個可以回答的人來回答啦 交通委員會也有公路警察 公路警察 公路警察是啦 我們有變醫生的 不然公路警察 醫生都不用給他啦 確定 確定 報告委員 剛剛我們打電話了解 有兩個法規處理 一個是有一個叫原首禮遇條例 另外一个依据国家安全会议的特勤中心的勤务规定 那么公路警察也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来执行 来给我看那两个法律 书面的我要看 没有说那两个法律国家安全 没有说到说 他是为了敢助选 可以比照国安规格的 我想那两个法律就是元首领域条例 还有这个国安全会议的特勤中心的勤务规定这部分 我们事后 他不是用国家元首去助选 他如果用国家元首去助选 那他就违反了行政中立 他是以国民党的党主席的身份去助选 国民党是人民团体 如果国民党的党主席可以受到这样的礼遇 那其他台湾有一百多个政党 部长 市长 我要告诉你的事啊 除了这个以外 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 你们在高速公路上 公路警察可以广播叫人家让路的 我们特勤人员依照国家什么元首的那个礼遇条例 他可以走路间啊 他偏偏不走路间 他偏偏要与民称道 他是不是要测试你们交通部的那个道路交通塞的状况 想要苦民所苦也来塞一下 也不是呢 他塞进去了以后就开始广播叫人家让路了 市长 市长 你认为这样子做法是对的吗 因为当时的实际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这一个部分呢 我不知道怎么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实际上那个情况 你们刚刚告诉我的 又呼隆我的 我的助理马上把你抓包 你把刚刚告诉我的那两条 马上送过来这边给我看 国道交通啊 没有元首礼遇条例 只有卸任元首礼遇条例 我们国家现在没有元首礼遇条例这种事情 只有卸任元首才有礼遇条例 来不要呼隆我哈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啊 你随便讲两条 你要拿来给我看啊 时间暂停 我看你们根据什么法 这种不尊重民意 不尊重法律的政府 你们选的赢啊 才奇怪 准备两份啊 一份给次长看 一份拿过来给我看 因为你们讲的我都不相信 这边那个 就是公路警察局的这个 有一份这个书面的说明 是不是可以再 等一下引印给你 没有我要法律 我不是要你们公路局的说明 我要问你们是你们根据哪一条法 公警局的这个回答 就是刚刚那个那个 有点错误在这说明 他是这样 本集一纪国道道路警卫区道路 警卫走廊道路警卫计划那个 明定 警卫车队在正常路况下 以行驶内车道为原则 欲有较长之拥塞路段 必要时经请示车队指挥官核准 改行才能改行路肩 你这个警卫是为了要去抓犯人 或者送那个急诊急救车 也就罢了 那关于刚刚那个委员 这赶着要去助选 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刚刚委员提到那个路肩的问题 就是说在那个地方 就是中立服务区 自这个林口二交流道的路肩 均已经改为辅助车道 或爬坡道 并没有路肩可以使用 市长 无论如何 我认为了 助选没有那么重要 助选没有那么重要 助选有那么重要吗 助选就一定要全部的人都让开 只有你才能走吗 因为他要去跟国民党助选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让路吗 有这样的法律吗 没有嘛 所以不要糊弄我 没有什么元首礼遇条例 只有卸任元首 然后呢 你刚刚说的这个啊 也是你们内部的规定而已 这是你们公路局自己规定的嘛 这又没有什么法律 有这样的法律可以限制人民的权利了吗 你这是法律吗 这不是啦 所以我要 我要你们检讨 以后检讨一下你们那个内部的规定 那个上面要明定 那个上面要明定 在高速公路上你要这样子做 可以正面表列 比如说啊 人命关天啊 救护车要送去急诊的 可以 比如说你是因为在警务出勤 办案的 抓坏人的 那我们可以接受 否则的话 我认为人民的权力义务啊 对面表列 我跟委员再报告一下 那关于那个 呃 这个是就是说 公警局 沟洞吉他局也有 补充说明 就是说他们跟这个 呃 总统府副市委长已经协商讨论过 经过总统府的副市委长指示 以后在选举前 有关警卫勤务车队呢 均不会用这个民放警报器 以及扩音器 以免让用路人有产生不良的关港 市长 所以他们认错了 对不对 他们认错了 所以我要求 不是只有说 现在说说空口无品啦 所以我要求你们刚才念的那个内规啊 所谓警务执行系统那个内规 我要求做正面表列 正面表列 好我们请那个国道 那个高速公路局回去研究 看有没有 不是回去研究 我们今天就要做绝育 我们要求你们就是要做正面表列 好我们这边研议后 我也要转请那个公路警察局来 来来来拧定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罗书雷委员发言